荣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说起两套技能的设定 相信先友们一定不会陌生 木兰理性小老虎 这年头拿不出六个技能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英雄 说你呢 游戏开始时 姚以人形态登场 三鬼白鹿是姚的被动技能 可以瞬间解除姚受到的控制技能 并变成一只人数无害的小鹿 虽然小鹿状态下 姚无法攻击与被攻击 但小鹿周围的敌人都会被减速 小鹿状态下拥有三个不一样的小技能 大招使小鹿停止移动 并趴下休息 休息之间可扩大减速范围 二技能可以使小鹿向前跳跃一小段距离 一技能则是提前结束鹿状态 使姚变回人形 人形态的第一个技能叫若有人息 姚向前丢出一个可以击退敌人的小球 当小球飞到技能最远端后 开启检测模式 检测时小球周围若有敌方英雄 会再一次进行跟踪打击 对命中的敌人造成眩晕和显形效果 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控制技能 能量球在放出去的时候 并不会因为触碰到任何单位就停下来 而类似于五则天强化后的一技能一样 造成伤害的同时可以将敌人弹开 如果有个倒霉蛋 正好在你一技能最远端的位置 就会被能量球弹起两次 受到合计1.5秒的眩晕 二技能风萨木枭 光听名字不知道还以为是牵手助肩转世 要放什么不得了的目盾技能了 实则不然 释放期间姚会高举法杖 五秒内对敌人释放五次能量波 每次释放能量波最多只能命中三名目标 技能开启期间姚可以移动但无法普攻 大招名为独立西山之上 是姚赖以成名的独门绝技 可以附身于队友身上 为目标提供真实护盾 真实护盾顾名思义 就是可以抵挡真实伤害的护盾 附身状态下 姚一二技能会立刻刷新CD 并获得施法范围的增强 配合多位移的英雄 例如李白韩信往往都有奇效 穿梭于战场的同时 可以保证队友的存活率 还可以为刺客提供控制补充伤害 但需要注意的是 一旦护盾破碎 姚便会击落下来 因此认准一个操作好的大哥 对姚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毕竟大哥不靠谱 辅助良行类 该警告的还是要警告一下 附身期间再次点大招 会主动脱离目标并反玩部分CD 这个细节告诉我们该下马就下马 可别遇到个傻充的队友 忙到人群里挨打 到时候下马可就来不及了 几个简简单单的技能 却有着多种玩法 姚的技能机制既有趣又特别 如若登陆正式服 大仙相信这个辅助位置 很快就抢得玩了 好了 本期的怪宝将新英雄姚 先介绍到这了 下期大仙会将姚的细节玩法 呈现给大家 让我们共同期待姚的表现吧 我是张大仙 我们明天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